现在是2015年May 29th Friday 是上午的10点15分 用的方式我来整理一下这个东西 很小可以啊是导过来这样子 不方便应该这样导过来的 导过都不行导过来的 左右手不方便 这样也可以啊 可以编上网看一看 然后可以马上立即找寻一些相关的资料 网上一些资料 这个呢是 是 是 是什么时候的 我们来清楚 是 是中央图数个2000年25月25号 有些重点呢上面看到一些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 第一个这个是奥克尼 三个玛雅三篇 营业了是70页左右 我记得是季刊 quartly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的四季刊物 world archaeology 它基本上 每隔一季哦 就专门一个主题 我看这一期的主题是什么 OK 这边有写 嗯 world archaeology OK 是是三十一之一啊 food technology in its social context 哦 是啊 就 社会背景呢 在那个 食物这个生产技术 不同社会背景的 不同社会条件的 食物生产技术这一项 基本上可以当作这个 还原古代社会这个指标 靠着考古方法工具等等 那还原 食物生产工具 食物生产这种技术呢 在这个社会上呢 所发挥的一个位阶 一个 一个变因 大概是这样 大概 不要讲太太学术了 是啊 都rudelish rudelish rudelish是专门 嗯 印象国家专门做那个 人文方面 humanity啊 考古学啊 社会学那一方面 OK 大家看看这一期的 OK 如果说是三篇重点 我看看 Krit OK 但我要讲奥克尼 奥克尼是在那个 苏格兰外海 一个岛 群岛 看到了 38页 OK OK 食物生产技术 Social Conscious Bronze HKA Krit 是所谓的那个 那红线的是 清通级时代的 克里特岛 五十五页 五十五页呢 The world on the plate The world on the plate Cheromics Hurt Technology Cosmology Neoli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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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的话 基本上就是 北欧了 是 挪威那个地方 中间那个是 有些 Chetland 还有一些 New Hybrids 那些 凸出来一些岛屿 上面的 新时期时代的 这些遗址 是欧洲非常有名的 是 考古重点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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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是 新 新阶段的 供电仪 P3 那是 考古学的 Term 诺索 Achipolis House 衛城 大家看一下 我大家看一看 OK 是这样 这过去了 这一本过去 现在这一本呢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这基本上是 以旧世界为主的 考古学看的 旧世界 不包括新世界 就是新大陆 美洲要被 被剔除在外面 就是 英美与系国家呢 这些是美国 他就想把 新大陆 这一本是把新大 这个期刊 把新大陆排除在外面 中美洲的 印第安元明的 那个前哥伦布式 他全部剔除了 他专门讲解是 Focus在旧大陆上面 这个猫头鹰图像 上面是一些拉丁文 是 有意思 是2003的音乐8号 OK啊 是OK啊 我们看看看看 哦 这边这本这本书重点 是在 这个这这这叠 看看 OK OK Panty Lady 哦很有意思 Sych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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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罗马尼亚那位 那个雕塑家 它的一些雕刻 而是一些方形的矩形 可是中间透露一些人的一些特征 人脸的特征 它雕种方形 两个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很奇特的图像 它其实是从Sychatic这个地方 时期时代的一些上古雕塑或者灵感 你看那个罗马尼亚籍的雕刻像 二世纪中期蛮有名 叫做布朗库西 布朗库西吧 又要发生中文 Sychatic就是爱情很多岛屿 这个岛屿有一个特色 实际时代 这篇文章我还记得 Panty Lady 是讲解说 现在还传存在民间的一些习俗 Lady身上画彩脸 彩色 颜料涂在脸上 为什么 不是脸 身上我还记得 很特别 我看看 我讲太细了 Quick and Close 解码破解密码 罗赛塔什跟解读 以及 Secrets of Ancient Writing 就是把古代的书写系统 Paraday Lives Michael Ventures Linda Schell 是麦歇尼文化的解读 以及玛雅文化的 基本上是比较考古学的部分 跟拉丁美洲的 是2000年 大概是这样子 我看看图片 看那个 是诺索斯 诺索斯 诺索斯 是克里特岛上面的那些古建筑 就是这个layout 那个Labyrinth 迷宫建筑 基本是文明古代世界的 把那个牛头人生象 人生怪 球形在那里面 Lady Andy Lady 你看 奥尺这个 Brancusi所启发的 Cyclists 那古代上古时代 十七时代人 看到Brancusi 我们来看看Brancusi Brancusi你就知道 我们是罗马尼亚籍那一位 雕塑的基本上是名家了 是名家了 因为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 还蛮有名的 现代艺术来讲 但也非常好以后 过去 这个呢 OK 7分54秒了 这是 是希腊的陶瓶 希腊陶瓶有所谓 黑慧 黑慧 黑慧瓶跟 红慧瓶 Red Figure 跟Black Figure 分别标示 古典希腊 黄金希腊之前 前半期的那个是 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神话典故 在那个瓶子上面画得很清楚 也特别 我家大英博物馆上 有一整个房间 全部都是Red Figure Red Figure 跟Black Figure 黑慧 讨个海彩慧 那上面是 哇你不得了 所以把 我说那和马的两个史诗 两个篇章的史诗 全部在这边 以具体方式呈现 是 不就是黑白 有可能我待会看看 我们网查 彩色照片 看看 这是 是什么时候的 2002年7月份 我刚才讲的是 三族 三族 是original 多利克注释 那个注 那个Frizz 是一个 装饰壁 就是 Idiot 那是一支 古希腊建筑上面的一个装饰壁 就是 多利克 那是 古希腊有三个注释 多利克、奥奥尼亚跟那个 赫尔廉斯 多利克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它注释 注释 注释 我们看看什么叫注释 它都没有怎么出来 图片就知道 它图片没看出来 不是数据 数量化了 是 有机会呢 看看那个 黑繪桃跟彩繪桃的部分 是 多利克注释 回去吧 回去 回去 哈哈 这很杂 这一堆 比云仙主要以为是锁定在考古 结果这个是出现在 朱耀仪审定的那个 日本人 日本人在台湾做的一些 昆虫学的文献的一些专辑 搜集这些 这是 是谁 读者 写的是 acknowledgement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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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年代 有关于台湾的昆虫 相关的论文 全部搜集在一起 哦 是非常棒的 是 1968年 是 和田 它是依照年代来排的 这是1970年代 专门讲台湾的昆虫 但是主要是日本籍的学者 或日本裔的学者 讲的相关的资料 主要是日本 日本时期 就是离开台湾了 基本上 它对这个 台湾的昆虫 昆虫生态 非常 它有继续在做后续的一些 研讨 所以 这一步呢 去衔接到 往前衔接到日据时代了 甚至在日据时代之前 包括欧洲人呢 在台湾做昆虫学研究 曹桑小黑 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我记得 这是牛顿出版社出版的 松村松原 昆虫学是名家了 这是日据时代的 什么时候啊 看看 找到年代 看看 找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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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后面有年代 找到年代 找到年代 前面后面有年代 就说些 看到 1911年那边 是 哦 啥好事 看 是 有关于你看 台湾的 是台湾的昆虫 这是文献资料 文献考古学 1911年 1912年 就是摩多 1912年 是过去 OK 接下来这个呢 哈哈 这有趣了 这应该是第九出版社 哦 哇 其中了 地球出版社出一整系列了 几十本吧 五六十本有了 每一本都很厚 基本上大陆 大陆学者 编 这编著的 地球出版社 是台湾 专门帮他出版吧 那基本上 那个那时候 是2002年 这个部分是古藏文 是 是 是一些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字 语言学缺入 语言学缺入 语言文字 看这个 看重点 中国大百科 reference 是我做的筑记 可以参考中国大百科 那这个就是 回虎文 图学文 雨前 古藏文 冤其秋辞文 周古城 哦 这个资料来自于周古城主编的 中国文明 二十九册 随藏五代的中册 少数民族文字 看 看 我觉得还有很多很深刻的印象 他们虽然篇章非常精简 哦 是 重点都提到了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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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印这个东西 应该不是为了语言 是哪些文字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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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